今年在中华館基盤的全中文 勿勿结束 观点观 带下16金 26银到21档的成就 其中北港町的建国国中的三岁 冯姐 在在国路走趁干跳 去到三米山的官都来带下金牌 校长林格西亚表示 这面金牌是好好在这项目的第一面金牌 非常难兆 他除了感谢老师和港人的用心在背 以及三岁的努力之下 也感谢广孤的支持给国家赞助 刚才所看到的外面是三岁 本家最后一处挑战三米山的机会 跳没过就是三名歌 但是最后一任主要听 竟然跳过去 一开始285第一次没有跳过 有一点稍微紧张 因为有一个跟我一样 他们也有跳到三米二 然后他第一次285直接过 然后我们要一起竞争三米山 然后最后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跳过 第三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feel 然后就跳上去了 作理教练非常去当时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 全场的观众 以及教练都关注在他身上 宏姐也非常的优秀 林阵不乱很有信心的跳过三公尺山林这个高度 当时全场欢呼非常的激动 选手与老师其观众非常的激动 这面全中文国路座吐古条的金牌 是建国优秀以来的第一面 学校主任表示 这次高度座吐古条金牌的山手 也是建国比较的 结束的生意让我们感到高兴 那也很高兴的是我们之前的学生 虎伟高中的蔡敬春同学 他在国中的时候是拿下全国第二名 那他在今年也拿到了高女主的全国第一名 所以说我们建国国中的蹭竿跳 可以说是我们云林县蹭竿跳的一个摇篮 一个主要的中心基地 校长表示 建国的出国条困难非常的辛苦 为了未来有更好的生意 因此来建筑建育改善 运动中的建筑 因为杆子呢 我们如果选手要好的成绩 那就有一个专属的 适合他的一个专业的 专属的一个杆子 那再也就是安全的一个防护设备 那这些都是未来我们要发展 趁竿跳的一个 必须要突破的困境 明明是郭南祖的选手五亿上表示 他看到学党学者的极出表现 是他未来努力的目标 这支郭南祖拿到第八名 创名如也表示 虽然这支的性质自己没变好 但是他说未来突固中会继续拼 既然反昂昆叉方报导 真的很今次 小贰